112年度国中小英语动态竞赛15号登场 花联市长卫家宴特别前往住墙国小为选手来交打气 希望他们可以有好的表现为个人和学校争光 而卫家宴他也表示说 花联市未来会推动相关国际语言的社团活动 让学生和青年朋友可以及早融入世界地球村的社会 112年度国民中小学英语动态竞赛在15号登场 花联市长卫家宴特别前往住墙国小为参赛选手交打气 卫家宴表示双语关系着国家竞争力提升 而花联是个国际城市 市公所未来会办理相关的下令营或者是国际语言竞赛活动 来打造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今天也来到我们住墙 那也很谢谢孙校长孙东志校长 带我们到全校的一些英语竞赛的活动会场 比赛会场来观看 那在花联市公所的立场 我们也知道花联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那未来花联市公所也会推出类似的一些活动 然后或者是说英语的暑期下令营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办理 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国际化 也希望孩子们更能够提早融入这个世界村的一个社会 英语动态竞赛包括了英语朗读 说故事 歌唱 读者剧场等项目 分别在住墙国小 海兴国小 还有东华副小等学校来举办 每年透过多元竞赛级奖励 让学生可以展现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各校精锐进出 而且准备不少道具为赛事来加分 现场也有很多老师和家长到场为孩子们交打气 谢谢李慧欢市报道